请庆余年的导演孙昊 演员张若云 宋毅 田宇 刘端端 有请各位 庆余年大家庭来到舞台上 如果让大家共同书写一个字的话 可能有点难度 但是想一想 最想写哪个字代表剧组 那就问导演 有答案吗 一起 咱就一块吧 一块啊 有共同答案 好来 一二三 难呢 难 困难的难 为什么难 这样我们分别请大家来说一说 首先四号导演 为什么难 这个现在拍戏吧 经费紧张是每 您先说 是每一个剧组遇到的事情 我们导演组是比较难的 他们好像准备了证据 为了这个节省这个群众演员经费 我弄了五个导演组的 和这个三个制片部门的人都抓来了 我就省了很多的群众演员 我太难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王隽老师 王隽老师 我觉得作为编剧我最难了 因为观众对我太多误解了 他们还给我批了个图 看什么看 想要盒饭 就是一个他们说什么 我是插刀叫教主 看了角色就插两刀 然后说什么可爱死了 角色可爱人就会死 那总的来说 我觉得我是最难的 好 编剧也说自己很难 接下来演员们来说一说 若云 我更难 因为我不小心 我都已经在剧组拍了 那么多场戏了 就因为一句话 跟编剧老师没处好关系 就把我捅死了 不是更难吗 到现在 他们也不告诉我准信 你先说第二季还有没有我 编剧 要透露的吗 有没有 现在 今天要剧透吗 第二季到底有没有 再考虑 再考虑 大家放心 再考虑 若云是够难的 还背了那么多首唐诗 谢谢 二皇子要不要来说说看 来 其实我特别想通过 二皇子这个角色 向更多的朋友 证明一下我的演技 没有想到大家记住的 只有那坨刘海 这坨刘海太标志性了 可爱的京都二皇子 变成了京都小可爱 按照王权大大的 可爱死了的定律 我觉得我也很危险了 所以我太难了 和剧组比起来 我的难大概十年前就结束了 写小说的时候比较难 最难的当然就是 给剧中的人物起名字 没有办法嘛 我这方面的能力 向来是比较差 陈平平 斯里里 赞豆豆 范弱弱 范贤 范思哲 这毕竟还保留了 天真可爱的一面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 碟字不能随便用 比如说甜语老师 就不能用碟字 一用碟字就变成小甜甜 那是不合适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小甜甜 甜老师吧 好 甜老师 您难吗 好像不是太难吧 我也难呢 我看剧 就看到您的角色出来 都好欢乐的 有什么好难的呀 有证据 大家看一下大评论 也有证据 您这是在干啥啊这是 这是我陪着小范大人 追斯里里的一段 发现了这个有新鲜的马粪 于是道具就拿着铲子 找这个要拉爸爸的马呀 真 真 真找的 真 真找的 不是道具 是真的 特别新鲜的 冒着热气 要拍近景的时候 发现有苍蝇 那么就得给这个新鲜的便便 加了一些香水 为了能这个苍蝇呢 别过来 这特别特别怪异的一个味道 你说说我难不难 好 谢谢 甜语老师 谢谢 甜语老师 我们跟我们都在说难 好像是吐槽 好像是这个抱怨 但其实 其实不是 在和我们分享 他们创作的点滴 是 尤其是在很艰难 很困难的过程当中 依然给我们奉上了 那么精彩 那么精良的庆余年 我们是不是要掌声送给他们 谢谢 谢谢这一组的成员们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